来台采购总金额也将超过20亿美元 折合台币是大约650亿 由于这次率弹来台的梁宝华属于正部长级 可以说是中国地方官员来台最高层级的人物 所以备受我方瞩目 江苏省委书记梁宝华一踏进桃园机场入境大厅 身边的随行人员架起人墙不让媒体靠近台房 随行人员拨开记者麦克风大力阻挡 警察想来帮忙维持秩序也无能为力 梁宝华一度想层下受放 身边的人非要他继续向前走 眼看火爆气氛就要升温 梁宝华终于说话了 当我一踏上这个宝宝的土地 我感到很高兴 我们这次来是合作积累 我们来的终极就是 增进交流 扩大合作 共唱双赢 梁宝华是现任中共中央委员 也是江苏省委书记 全力凌驾省长之上 属政部长级 也创下中国地方官员来台层级最高的纪录 梁宝华这次率领的江苏代表团 随行一百多人 不过前后加起来有好几十个团 共四千多人访台 最重要的任务是来台采购电子机械等产品 预估金额将超过20亿美元 大约650亿元台币 江苏周期间还有进一步商谈的一些项目 这个数据不少 江苏是台商投资最集中的区域 也特别注重台商的需求 梁宝华一到台湾 晚间国民党荣誉主席吴博雄也设宴款贷 周二将在原神饭店举行江苏州开幕式 台湾多位重量级企业家也会出席 共同签订双方作作协议 记者张玉京 张志成 桃园采访报道